位於法國東部與瑞士邊界 這個總長度約二十七公里的大型地下軌道 就是歐洲核能研究所最重要的研究設施 藉著長距離加速下以高速對撞 來解答有關基本粒子的各種疑問 包括物理學界一直想知道的 所謂暗物質與暗能量 透明物質、暗物質、暗物質 傳染成為新的氛圓 氛圓的氛圓 我們稱為暗氛圓、暗氛圓、暗氛圓、 暗氛圓的氛圓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這些氛圓的氛圓 這個研究設施是約30米長的 主要是我們找到 所謂的暗氛圓的氛圓 這些氛圓的氛圓 包括尼金科博士在內 歐洲核岩所的俄羅斯科學家 超過一千人 雖然在總人數一萬八千人中 只佔百分之七 看起來不多 但卻是重大研究計畫 乃至於整個核岩所的運作 居於不可或缺的地位 我們正在做的事實上 都會影響到現在的LHC 我們正在開始 第二次的研究 所謂的暗氛圓 宇宙裡所謂暗物質 與它們造成的暗能量 一直是天文物理學界 想要解開的謎團 與大型強子對撞機LHC 同在法國瑞士邊境的 超級質子同步加速器SPS 就用來進行與暗物質有關 編號NA64的實驗研究 其中過半的研究人員 來自俄羅斯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歐美多國呼應烏克蘭 發動對俄羅斯的制裁 歐洲核岩所幾個最大的金主 包括德法英國和義大利西班牙等等 都堅決主張把俄羅斯 排除在國際組織外 這讓歐洲核岩所相當為難 講得白話些 就是歐洲核岩所一方面要排除俄羅斯 取消俄方的觀察員地位 一方面又需要俄方研究人力 推動重要的研究計畫 就像歐洲各國一面高喊制裁與抵制 卻又無法放棄購買俄羅斯的天然資源一樣 陷入兩難 公視新聞 徐佳仁編譯 歐洲 教 把氏 核岩